大家好我是瑞瑞 我來分享之前好了 我本身還蠻喜歡去海邊的 只要有假期呢 就喜歡往墾丁、綠島 或是台東花蓮 這些有靠海的地方去玩 然後出國也喜歡選擇海島國家 前陣子剛考完那個水背的AOW 黑底的證照 然後近期呢 我在學自由潛水 我覺得自由潛水還蠻有趣的 就很像美人魚這樣 因為我本身還蠻喜歡艾莉兒的 就希望有一天能跟她這樣子 這少女心嗎 OK來我就分享 之前是什麼吧 自由潛水迷人之處 在於她和浮潛水費 潛水不同 不需要依賴呼吸管 浮力背心、氣瓶等繁鎖裝備 完全靠著自己 必住的一口氣往海裡下潛 自由潛水 潛水是關於內在力量 訓練與控制的運動 這種潛水方式最原始 但很有意思 來分享學之前的好處 讓我們看下去吧 第一點 注意力較集中精神狀態較好 在練習自由潛水的過程中 為了維持在最好的狀態 一定要很專注地 曾經在自己的世界裡 不去想其他事物 專心地做平壓下潛 不然一分神 絕會消耗了寶貴的氧氣 下潛過程可以感受到 橫隔膜真真切切地存在 胸腔和腹腔之間 長時間練習下來 會發現自己的專注力 與精神力都會提升 法國之前紀錄寶詞人 Glennely說 自由潛水是一趟旅程 兩次呼吸之間的旅程 是邁向人類極限的旅程 看所未知的旅程 也是通往心理的旅程 第二點 優化身體機能狀態 人體就像一個 極度精密的一氣 在練習自由潛水避氣時 我們的身體就會 在一次又一次的練習中 發出訊號 使得體內的每一個細胞 氧氣用量更加優化 就跟大腦一直不斷思考 腦力會比較好一樣 第三點 比較容易接受挑戰 透過一次又一次不斷挑戰自己 極限的自潛練習 在日常生活中 就會漸漸變得較能夠面對挑戰 願意去做自己以前不太喜歡做 不敢面對的事情 畫面中在訓練自己的 閉氣時間 在一般人體極限內 練習自幼潛水可能會出現的好處 那種之前超過百米的 就另當別論 他們可能會因為一直以極限的方式練習 所以自身能力各方面都進化了 閉氣訓練時一定要完全放鬆心無旁騙 訓練閉氣不能急 想呼吸的時候就要回到水面上呼吸 讓身體適應憋氣的感覺 會發現自己舒適的憋氣時間 會一點一點的進步 慢慢進步才是最有效的 我還沒學自由潛水時 我閉氣三四秒就會受不了了 透過專業的教練教你如何憋氣訓練 能突破兩分鐘自己覺得不可思議 最重要的一點 不要輕易挑戰身體的極限和陌生的環境 一路從不會到我可以做得到 就是一種願意挑戰的心態 要給自己肯定與鼓勵是卻之前很重要的關鍵 感受自己的心跳聲與橫隔膜抽動 享受著與自己相處 第四點 強化意志力 人的體力、意志力、決策力等等 就像玩電動裡面的人物一樣是有協調的 很有限但可以訓練的 透過自由潛水這種急需要意志力的運動 訓練過程中可以強化自己的意志力 公升下潛這個動作看似簡單 但我每次下潛都會大歪 經過教練的指導與討論 終於很順利的可以延伸下潛 學習過程中一定會卡關 但不能放棄意志力 終有一天會成功的 第五點 沉浸且放鬆的自由潛水 像我喜歡自由潛水其中一項原因 可以釋放壓力及放鬆 一旦進入泳池或是自然環境 所有腦人的噪音全都消失 完全沉浸在幾乎無聲的世界裡 享受著獨特的水下世界更自在放鬆 且可以小心翼翼地接近從沒看過的魚群 但記住 海裡的任何動植物都不能觸摸 因為你跟他們不熟 第六點 在水中更能了解自己 當身處在水面下的世界時 潛水的時間或深度能讓你完全跟自己相處 自由潛水能刺激深入思想 揭開內在靈魂的秘密 問我在想什麼 你一定沒有想過你可以飛翔吧 可以控制自己的福利 且無限制的在海裡穿梭 是潛水時會有的特殊感受 第七點 了解自由潛水的世界 在自由潛水的過程 你會發現許多關於水下世界 生理及人體的知識 由國際自由潛水的AIDA機構 規劃專業的自潛課程 教你如何閉氣平衡耳壓等技巧 以及了解身體在海中的反應與變化 和救援課程 學會保護自己與潛伴的安全 優雅的長陽大海 有心動報名AIDA課程了嗎? 我是在這間肯定自由潛水 報名AIDA課程 教練非常用心與耐心 從不會交大會 上課過程中 可以很放心與安心的交給他們 另外一提的是 小幫手會準備很美味的 特製法蘭茲蔬食午餐 幸運的話 會吃到好吃到要流淚的手做蛋糕 法蘭茲蔬食午餐 讓你下潛瓶壓不卡卡 是不是很貼心呢? 超級幸福的啦! 第八點 與眾多的海洋動植物共有 共享難忘的時刻 自由潛水是與海洋動物相遇的最佳方式 能與他們共享難忘的時光 在海邊、溪邊都可以體驗自由潛水的驚喜 透過接近大自然 讓我們更能夠明白如何對待我們的環境 保護生物的隱私及生活環境 並且從大自然母親身上 學到許多言語無法獲得的感受 第九點 找到好教練、好潛伴是非常重要唷 選悉心、耐心的教練真的很重要 練習過程中全程緊盯 讓你訓練中很放心 且適時提供解決問題及進步的方法 並會鼓勵你可以的 最重要的一項 就是要有潛伴制度 自由潛水是有一定的風險 因低癢可能造成BO或LMC 在課程中 會教大家如何避免應對這些情況 只要通過正規的學習 並嚴格按照課程中的規則去執行 即便發生某些程度的低癢症狀 不會造成身體傷害 不要在網路上查亂寫的文章下自己 找個可靠、可信任的夥伴 進行自由潛水才會安全 最後再次強調 沒有潛伴不要獨自潛水 第十點 不會游泳也可以潛水唷 這問題我被超多人問過 其實不管是自由潛水或是水費潛水 不需要會游泳唷 如果會游泳 那就更加分了 學潛水只要克服對水的恐懼 再學會潛水技巧和裝備使用 就可以在水中自由玩耍了 另外防寒儀是有福利 如果不使用配重 就算你不提水也會飄在水面上 由於自由潛水屬於風險較高的運動 找一間喜歡的潛電上課 了解一下比較好唷 在潛水過程中知道危險在哪裡 就會用知識來保護自己 參加訓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愛上自由潛水感受大海溫柔的擁抱自己 讓我們真正成為一隻悠悠自在的魚吧 聽完後有沒有興趣去學自由潛水了呢 期待我們發現更美的海底世界吧 去到墾丁別忘了參觀全台規模最大 館內魚類種類豐富的屏東海生館唷 生命的真諦不在於你呼吸了多少次 而在於那些令你屏息的瞬間有多少次 一桶屏息享受這藍色過度的美麗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